网上一篇名为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甜的文章引来了一片嘲讽 这本来是一篇激励大家努力奋进 激励大家要充满希望的好文章 为什么评论区会塌陷呢 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碗鸡汤而已 如果勤劳真的能致富 那么世界的首富应该是一头蒙着眼拉末的驴 谁敢说自己比拉末的驴还勤劳 可是拉末的驴即使再勤劳 换来的最多也只是下一顿草料里多撒一把黄豆而已 他就是再好好干也只能住在四面漏风的牲口棚里 驴的勤劳一定会增加财富 可这些财富最后有多少会落在他的身上 不好说 我记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是说 勤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致富 但是呢他不相信为别人勤劳能使自己致富 其实那篇文章很简单 就是讲了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是说一对来自河南的小夫妻做网店生意 通过自己的勤劳是如何的顺风顺水 如何的勤劳致富 而第二个小故事呢是讲河南的一个小伙 通过自己的好好干 参加了服装加工的培训班 然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 同样也是顺风顺水 并且将来每个月至少能赚到七千元 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好好干 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甜 可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呢 是不是所有做生意的人只要勤劳 生意就能顺风顺水 买卖兴隆 是不是所有打工的人只要勤劳 只要好好干 就一定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并且不拖欠工资呢 那些做生意一年到头来 起早贪黑 最后却赔得底朝天的例子 为什么不说一两个呢 只说好的不说坏的 不接地气 才是评论区翻车的根本原因 前几天一个网友给我留言 那个网友说 他说小郭你做自媒体才一年多 你既不是什么大V 也不是什么名人 但是粉丝就有这么多了 而且你的视频播放量都还那么大 因为你的视频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其实在我看来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 什么是负 我也从不关心正负 在我的眼里 只有真假对错 从来没有正负 因为只有真假对错 才是客观存在的 而所谓的正能量负能量 只是我们人为定义的 听了自己认同的话 自己就会认为这是正能量 听了自己不认同的话 自己就会认为这是负能量 其实正负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的 所以这篇文章貌似是激励奋斗的正能量 可其实根本得不到大家的认同 也会削减你说话的分量 最终沦为别人嘲讽的对象 还是那句话 透过现象看本质 咱们还是聊一聊一些本质上的东西吧 这种东西之所以不再得到大家的认同 我觉得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是此时发这种文章 有一点不合时宜 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一直在鼓励消费 扩大内需 光今年我就领了两次本地的消费券了 为什么要鼓励呢 说白了还是消费不足 为什么消费不足呢 说白了还是大家口袋里没有钱 在这个大家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 你说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甜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现在口袋里没钱的人 都是因为之前没有好好干吗 这一下子就打翻了一船人 把自己放在了多数人的对立面上 那么这种文章想不翻车都难 大家正愁没有发泄的地方 你就站出来号召大家来你这里发泄 这不是自找的吗 第二个原因呢 网友们现在更想知道的是怎么干 而文章给出的答案是简单的三个字 好好干 这怎么听怎么像一句正确的废话 没用的真理 此时应该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教大家如何致富 你指出一条明路 我们大家向前冲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你要好好干 大家之前也都好好干了 之所以没有让自己满意 就是因为方向不对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方向 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好好干 这说教意味太浓了 太高高在上了 而且太虚也太空 这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一点 说风凉话的感觉 不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也带不来精神上的鼓舞 大家反而会觉得 连你们都讲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只能说一些没用的套子话 那我们更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 更容易让人摆烂 那你说这文章到底是正能量 还是负能量呢 第三 想要日子越来越好 个人的努力很重要 国家的努力呢 我觉得也很重要 我们都面临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谁先谁后 这个顺序我觉得很重要 比如一家企业 你连规章制度 连奖金规则都还含糊不清 就让大家抓紧努力 那最后的盈利怎么分啊 在没有把话说明之前 哪个员工愿意先努力了再说 对吧 这点呢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想说呢 好好干 日子会越来越甜 这话肯定没毛病 可是呢 却不够实在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呢 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 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